这报告呢 大家也都看了半天了 对于咱们这个 修取盈税工程 有什么意见 我先表个态吧 我明确反对 这时候修取盈税 这是分不清工作重点 得不偿失嘛 我跟童坤同志的看法一致 老李 我想听听你的具体意见 按照这个报告的预估 从平顺饮水到咱们林县 咱们可从来没有做过 这么大的工程了 史无前例啊 这样的一个工程做下来 需要多少粮食多少资金 另外落差够吗 如果没有足够的落差 这个局就算修好了 水也过不来 不是 你看啊 我这边把水理局的同志 给请过来了嘛 对吧 我们呢 这个 让他们马上组织一个勘测队 收集科学数据进行论证啊 这个勘测队暂时都不需要派 这不已经下雨了吗 汉情缓解了 不能打断咱们的抗汉补重工作 修取的事情从长计议 以后再说吧 不是 我想问问啊 如果明年啊 咱们又碰到这次 百年不遇的汉情 我们怎么办呢 您也说了是百年不遇 咱们林县就这么倒霉 你年年遇上这种大汉呢 说出来我都不信 我信 我信 我也信 你 你怎么回事 你 你前面是都说得好好的 不是这个态度 你怎么翻脸皮 翻书还快呢你 行了行了行了 别吵了 今天这会就开到这儿 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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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老李 是不是有人说什么了 你别瞎猜了 我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犯错误 我犯什么错误 我犯错误 我问你 修这个取需要多长时间 一个月 一年还是十年 老百姓怎么做得到 一边重地一边修取 这些你都想过吗 我当然想过 我天天想的就是这些 不管怎么说啊 我跟你讲 这水是悬在咱们林县人民头上的一把刀 这把刀随时有可能落下来呀 现在什么时候啊 这个取咱们必须得修 不能打退堂鼓啊 这时候咱们得顶上去啊 而且咱俩不是说好了吗 这两条腿走路啊 不是 一条腿 对吧 抗旱补重 另外一条腿 修取引水啊 这富重空空哪来的两条腿走路 你知道现在全国什么形势吗 大灾之年 全国上下都已经开始出现 粮食短圈了 你非要在这个时候 上马这么大的水利工程 地位怎么看呢 省力怎么看呢 政治影响不可无量 我想大家伙都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吧 林县的人都知道这是谢公项 那谢公是谁啊 万历年间的支县 你说得没错 就是这么一个支县呀 当年为了解决林县人民缺水的问题 带着林县人修了一条不到十公里长的水渠 谢公渠 几百年以来 林县老百姓没把他给忘了 给他建了一座祠堂 而且是香火不断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咱们当官的 只要为老百姓做一点事儿 老百姓会记在心里边的 新中国成立十年了 我们这些人 不会连这个都不如吧 咱们县委常委的所有成员全在呢 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清楚 咱们林县的老百姓 因为缺水受了多少苦 遇了多少难 有人说 这天下雨了 这渠壳也不用修了 可是我觉得 若因为下雨了 就不修这个渠了 咱们就是林县人民的罪人 若因为困难 我们不修这个渠 我们心里盘算着 我们还有几天就到任期了 我们可以安安全全地 退休回家了 若我们这么想的话 我们就愧对林县的老百姓 今天的县委常委会 我最后提醒一次 同意引张入林 开始测量曲线的 请举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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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高书记 余副书记 是这样啊 我们林县县委呢 已经开过会了 全体都同意 我们呢 开始测量曲线 隐障入林 这个林杰同志 把你们隐障入林的具体设想谈一谈 这不是那个 这不是余副书记 同意我们出发的 出去找水了吧 同时呢 我们又在张河上 找了四个银水点 我们呢 想测量一下 这四个银水点的海拔 如果这四个银水点呢 这个海拔 比起林县的坟头岭高 我们就能把张河水 引到这个坟头岭 我们再做几个分渠 那样呢 这张河水 就能覆盖林县的全境了 所以我们想测量一下去 这如果海拔不够呢 那海拔不够 我们所有的设想 就不能实现了呗 但不管怎么说 得测量一下才知道呢 这个测量得需要多长时间 一两个月 明杰同志 这个从山西银水 就牵扯到河南和山西两个省协作 这不是一句话就能解决的 这样吧 你们测量局限的事 我们地委再研究一下 不过就是地委同意了 也得还需要再向省理请示 不是 这时间呢真是不等人 再说了 你就让我们测量一下 那怕什么的呢 李杰同志 地委也有地委的难处 这 你得理解 这余副书记 看起来态度很坚决 也没有明确说不同意 你看他态度 我看呢 就算地委开会讨论 恐怕也通不过 高书记不是也没反对吗 高书记是没反对啊 顶多就是地委意见不同意 你说要不 咱俩去趟省理找方书记 当初咱们找水 省理不就同意了吗 当初省理同意咱们找水 那是因为没有听到地委的反对意见 这回可不一样 你想啊 如果地委意见不同意 把高书记余副书记这意见 都汇报上去 让省理自己来决定 那咱们成功的可能性还多大 搞不好上面再来一个平衡 暂时不予考虑 咱们可就抓瞎了 我觉得不会 你想啊 当初省委同意咱们出去找水了 那这次测量曲线 省委肯定也会同意的 可咱们这样直接越过地委 直接向方出去汇报 不合适吧 没什么不合适的 不就挨顿批吗 到时候我单着就行了 都这么定了 赶紧的 上活着 买车票奔正州 走 老林 你可不能再冒险了 你咋磨正了 眼里只有羞曲羞曲 越级上报那是闹着玩的吗 你不为你自己想 也得为整个临线想想吧 我都越级上报了 我还不是为临线着想吗 如果你越级上报 事情到大了 把你撸了 临线换个县委书记 你觉得还能引张入林吗 回去 这次我当家了 不许你胡来 走 老高 你怎么能表态讨论这件事呢 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就应该断然否决 有时候听听大家伙的意见 说不定 就能把幻想变为现实了 老高 你这是鼓励下面的干部 勿须不勿实 这 临线线委 想摆脱群众缺水的面貌 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 敢想敢干 为人民谋福利 值得表扬 你这不是也挺开通的吗 但是敢想敢干 不代表脱离实际去蛮干 他妈想要天上的星星呢 你摘得下来嘛 是吧 石头 你来了 来来来 坐坐 石头 上回水扔回来不是说 县比马上就要测量曲线吗 这都多少天了 咋还没个动静呢 俺也琢磨这事呢 风扇兄弟啊 这从山西饮水 说说简单哪 真格做起来难 可不是吧 水承 当时你没听差吧 俺咋能听差 林书记亲口说的 要尽快组织测量 不会打退堂鼓了吧 老石头 还真没准 现在天又下雨了 地里又不重了 这事也没人提了 人家不一定 非得给咱修这瘸 我看林书记 不像是这种人哪 爹 这都十几天了 干等着也不是事 要不然俺跟水旺出去找个活干 水承 你别老想着出去懒活啊 老石头 现在找个活去做就不错了 让水承他们去吧 爹 人家给俺说了个活 让俺去盖房子 人家看中了咱实际上的手艺 对啊 爹 要不然俺俩去吧 你别老弄这个了 咋啦 水承 能都不想给咱林县饮水了 想 但是 光俺想有啥用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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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